就是這個東東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有看到上面有電纜 它這是專用隧道 上面都是電纜 它的目前規劃是什麼?今年是最後一年嗎? 這其實就是一個改變吧 立山無軌電車是日本目前唯一的無軌電車 即將在今年底走入歷史 我們也選擇在它營運的最後一年 來到立山黑布留念 除了以天然景色文明之外 整條觀光路線還以八段運具組合 可以說是體驗各式交通工具的天堂 而形成的氣墊 就以富山地方鐵道的電鐵富山站出發 欸?可以搭這邊去黑布嶼那一個文泉 欸?喔是桃蕭 那個... 你還要票是不是一起的喔? 我原本預期的是那個電鐵我們自己買 對啊我原本也這樣想 對這樣我們就可以買那個... 買那個...那個卡片 作為八段運具的第一段 從電鐵富山站的售票口 就能夠買到立山黑布的整段行程 而且全部整合在同一張車票上面 不過也因此需要以人工的方式通過檢票口 對... 為了將車站跟旁邊的JR一樣改建成高架 電鐵富山站目前使用的是臨時站體 空間較為俱促 所以採用這種將月台前後分拆成兩個不同程車處的配置 來做因應 紓解同時作為三條路線終點站的人流及排斑 就跟日本很多鐵路公司一樣 富山地方鐵道也是有好幾家不同的公司整併起來的 還同時經營了富山市區的路面電車 以及我們前一天搭乘 由民谷屋前來的高速發市 前往立山的列車會先行使本線 到了四田站之後再往南轉上立山線 從這邊往西眺望可以看到遠方仍有著積雪 擺著頭的立山連峰 之後路線會再往西轉 順著長遠四川的河谷往上游方向行使 時不時還可以從樹林的縫中看到立山連峰 65分鐘的車程過後 抵達了終點立山站 正是來到山腳準備展開下一段運聚的轉程 我抬得這麼長 它是那種超大的貼圖卡 所以一貼就抬了 而且我們要晚一點 為什麼 這樣我們才會站在這位面 好 啊是上面這個喔 我以為是下面這個 我想要開到下面這個 哇太爽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欸這個 這個拉長膠拉起來很帥 不是吧 到底要幾隻拉 喔好滿喔 走走走 哇 今天我們從咖啡室的駕駛 作為國家級的觀光旅遊路線 從栗山站開始的每段運劇 車上都會有日語跟英語錄製的相關介紹廣播 包含到了起終點站的海拔高度 興建石的歷程 沿途的景點等等 即便是自由行沒有另外請導遊的背包客 也可以對整條旅遊路線有更深度的認識 不過比較吊詭的地方是 有些介紹的日語跟英語卻講的不太一樣 明島確認時刻表情 你要往旁邊點啦 你站在正中間耶 真的喔 我以為我真的很編耶 等一下 等一下 有沒有20...33分鐘 既然我們來到了美女坪 美女河水 你不是美女 蛤 你是醜男 沒有過分喔 我希望可以在這邊看到美女 這超級陡 這超級陡 她回來 對我是平消費車 知道多好玩 哈哈 她退回去了 對啊她退去了 空車回送 她就不會藍啊 她不如趕快下去再多載一批人上來 美女坪站是栗山福地所造的端點站 短短7分鐘1.3公里的車程 就從海拔475公尺 踏升到海拔977公尺 最大坡度來到56% 相當於30度 今天其實我剛才在下面的時候 看的到下面第三站 看的到嗎 就是應該說看的到那個平台啦 對啊 大平台 乾媽爛梗 爛梗 有人可以用那麼巧 呵呵 爛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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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雨漏的話可以散策 如果雨漏的話 可以散策 可能會有這個時間 但現在沒有雨 現在真的可以在外面拍照 我們來看一下外面 他今天車很多耶 那邊很多不同的車子耶 其實這邊是有路可以直接下去外面 他這邊的路最多可以開到市場 就是我們等一下去的那個點 沒有 我說往下 往下是開的下去 往下就是開回剛剛麗山 可以開上來 只是可能要 只是非常繞 一般車輛應該最高只能走 只是非常非常繞 對 我們剛剛坐那個纜車坐 坐七分鐘 七分鐘已經直接爬了五百公尺 這應該要半小時 對啊 旁邊還有加油站 然後這一個是美女坪站 對 沒有美女的美女坪 你覺得沒有啊 我覺得有啊 至於美女坪的地名由來 還確實跟美女是有相關的 相傳車站旁邊 神木級的山樹 正是由早年突破路山禁忌 追求自由戀愛的少女 及她的愛人轉變而來的 跟他打家夫妻術的故事 有那麼一點相似 那當然是希望最後不要遭遇到 同樣被雷擊批倒的命運 這都是觀光客在用的啊 我覺得甚至這個巴士 可能他們自己的巴士 我覺得應該是吧 就只是換車而已 有可能 啊不對 不是 因為旅行團的話 通常會直傳 就是立山進散捲處 或散捲進立山處 然後他們下山出來的時候 會做自己梗 他如果到這邊 載他們到市場再去 再去長野的話 會來不及 所以他們一定在立山 他們下車之後 巴士就開始狂跑 一路衝到長野去等他們 也不用衝啊 因為他們在這邊會待五六個小時 那個開到長野頂頭三個小時 最後到長野大概三個小時 除了一開始 富山地方鐵道 要肉眼查核之外 後面各項運聚 都是拿機器 掃描一下車上的QR Code 就完成檢票作業 除了沒看到電子票證的低卡機這點 未來的台鐵 廢除掉貝茨式車票之後 在一些巧車站 搞不好也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條道路速限四十 跟台灣一樣 從美女平站之後 是一段23公里長的普通山路 同時被編列為富山縣縣道6號 不過除了公務車輛之外 只有遊覽車會行使在這條道路上 一方面是管制過多的私家車湧路 造成擁塞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為了保護環境 尤其是現在還將柴油車 開換成了排放量更低的油電混合車 而車上不只有日語跟英語的今天廣播介紹 還另外有螢幕播放影片 如果天氣不好 或者是跟我們一樣選擇直搭車 沒有再特別下車的話 依然可以看到沿途的不同風景 最讓人驚豔的 則是在經過稱名瀑布時 司機還會特別放慢車速 讓車上前後的所有乘客 都能有足夠的時間拍照留念 好高喔 對呀 好高喔 好高喔 對呀 重點是你要配後面那個山形 請坐在座位的座位 請坐在座位的座位 這座座位的座位是 縣山連邦的座位 這就是座座邊的好處 座座邊的座位 座座邊的座位 座座邊的座位好帥喔 可以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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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給你 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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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 我們每一山才是6月1日 每一山才是6月1日 每一山才是6月1日 9月1日 很多時速啊 9月1日 10月2日 8月1日 2日 2日 5月2日 1日 1日 9月2日 4日 3日 雪骨到了 雪骨通常見我怎麼去 我怎麼去 不過今年因為冬天相對沒那麼冷 雪量確實不弱以往來得豐厚 但是依舊吸引了大批的人朝前來 在即將抵達這段山路的終點 排拔2450公尺的市堂站前 必須配合單線雙向的管制 等待對象車通過之後 才能進入林鼎大名的雪牆 速度公還我 側測到頂部 在白山上前 速度公開 澳post 超過度公開 車窓上央 アリプレイ部門邸方 1つ 雪の旅山路沿く 雪の旅山路沿いに入っていきます 雪の旅山路沿く 今年の4月15日 雨天下 雪の壁の高さは最大14m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て 我們變成了被攝影的人了 我們現在去的攝影 確實 周圍散客只能搭乘排定班表的班次 很多在美女屏站前跟我們一起搭乘福利所到的旅行團 在剛才23公里的山路都另外包車跑在我們前頭抵達市場站 所以後來決定暫且跳過雪牆閃開人群 搶先來搭接續的無軌電車 誒乘車時間才10分鐘誒 就是這個東東 就是這個東西 上面有沒有看到上面有電欄 它這是專用隧道 上面都是燕籃 它的目前規劃是什麼 今年是最後一年嗎 對 今年是最後一年 可以改天嗎 我現在要打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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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決定やpen 你可以選抜 estas人 通道 非常關鍵的 你初習在成為 你是卡 via 要渡及 我想定 現在好不站喔 對啊 我知道了 這個是很大關山隧道 超級無敵宅 燈 在這個高階的高階的高階 高階的高階的高階 如果遇到 那種 很多人爆滿的狀態下 所以如果我們剛才不搭這一班的話 這段隧道 最早也是拿柴油公車來跑的 營運了25年 到1996年 才終於因為隧道內堆積了太多的廢棄 開始在隧道頂端 架設電纜 把公車改裝成無軌電車的形式 坐在車上 確實可以感受到他53年的悠久車齡 也正因為 維修零件已經越來越難取得 才終於決定 要在今年結束時 以新的電動公車來做取代 對 遇到那個轉彎處要急慢 因為他的彎道沒有加快 為什麼要這樣拐一下 然後再拐回直線 我在猜 會不會是以前的隧道定位 沒有定位 然後發現幹怎麼錯過 然後再拐 你是流民船是不是 流民船是隧道工坊 前面當然是開玩笑的 兩條隧道的建設年份相差了80年 建築工法早就已經革新了很多 從Google Map上 市場站以東的區域 直接是一段空白 但是切換到Open Street Map的話 就可以看到立山隧道 實際上是左彎右拐 而這當然不像是施求領隧道 是測量誤差所造成的 而是當年在挖掘時 遭遇到斷層的破碎帶 其中幾處現在會特別以藍光照明標示 這也讓短短3.7公里的隧道 就這樣花了3年8個月才終於完工 不妨就想像成台灣當年開挖雪山隧道時 所碰到的意料之外的工程障礙 我們會前往駕駛好中心裡 從中心裡的干涉 上去就是LEVEL的車梯 這裡駕鑽駛出路 上去往駕駛接著 從左邊前往駕駛到最後 現在從Tagama連峰的車上 這單位在700地上 在大橋上大橋上 大橋上大橋上大橋上 在大橋上大橋上 在大橋上的駕駛 在大橋上大橋上 在大橋上大橋上 在大橋上項駛 差不多700m above us the peak scores at an altitude of 3003m the peak scores at an altitude of 300m above us is the peak scores at an altitude of 400m above us 這真的沒關係吧 跟你講爽 這邊還特別有人幫他畫 2024年11月30 咻溜 哇 我們上去看一下 剛剛那邊 單索裡面帶我 什麼零食的 假日等班合理啊 OK好高喔 有人已經累了 對氧氣濃度比較長 這早見 他剛剛有寫的氧氣濃度只有70% 對他早見 來這邊呢 就是為了 上面就是為了看我們下面這個 黑布湖啊 有沒有看到 雪山山莊殺人事件 這個山小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這邊插入這個奇怪的東西 那個啊柯南的那個背景就是這裡啊 是這裡喔 是這裡喔 我不知道是這裡 我不知道是這裡 我剛才在他車上聽他那個 英文廣播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講 外國人會不會一直在聽這個 Northern Elves的時候 他們都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應該來日本之前都有做到功課了吧 但他們會不會想說 幹這 我為啥叫 elves 你拍照嗎 哈哈哈哈 有趣的東西 雖然我們第一次隊伍末端喔 他不讓 他不讓其他人進來的 對啊 他不是50分嗎 我還以為是50分進來就好了 我想問你講說50分 他45分進來就很厲害 對啊 現在才43分 而且啊 這個的話 我們在隊伍末端 我們就站在門邊 啊也是 得到的 我看是要說 這個纜車呢 是全日本那個跨距最長的纜車 哦好像是 就是中間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的蹲柱 是嗎 是嗎 就是這一根 然後接下來下去就是那個 對 對 這邊 這邊一根嘛 然後下去就直接黑布屏 就是前面那個建築物 嗯 中間完全沒有任何蹲 換句話說 刺激之助也是第一名的 知道是不是因為星期天 除了美女屏站 到市堂站的遊覽車 限制3克 只能搭乘10克表上 既有班之外 其餘的運聚 不是有增發加班車 不然就是跟大官風 到黑布屏的這段纜車一樣 乾脆連10克表都不管了 幹 那邊很可怕 好可怕 錄下是冰寶鏡頭的臉 很可怕 好可怕 女人蠻多的 只不過一路上看到的幾乎都是外國人 既然沒什麼日本人的話 那平日人潮大概也不會落差太大 搞不好機動發車 才是整條立山黑布路線的常態呢 哇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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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幹 欸他速度很快 哈哈哈哈 好可怕 重覽車上 可以看到底下的黑布湖 逐漸靠近 從海拔2316公尺的大官風站 直接下降到1828公尺的黑布屏站 1.7公里的距離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一根塔住 所以也不太需要擔心視線會被遮蔽 啊 那這個好了 誰到底買到了 你到底找到了 可以給你 看到是600塊 除了Menu屏站之外 一路從立山站過來的每個接駁點 都設置有賣場 這樣不斷在運聚間轉成 不僅成為的特色 說不定還是為了製造商機呢 我剛發現了一個 漢字蓄盛不影響閱讀的最佳翻例 什麼 轉過來看 我剛看到這個我以為是 立山主峰 玉山 這個差太多了啦 哈哈哈哈 這個不會搞錯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剛才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喝玉山 我要買個優乳酪 把立山玉墊看成玉山 是真的太誇張了啦 不過在這個冰箱前面不遠的地方 絕對有可台灣人看了會會心一笑的標示 優乳酪 優乳酪 看起來啦 來 這個東西的日文叫做呢 這個叫做 ヨーグルト ヨーグルト是優格 但農務是可以喝的 對對對 然後呢他的中文叫做 優乳酪 對 好 我覺得這樣好 就是他至少不是給我寫酸奶 酸奶 他寫優乳酪絕對比酸奶呢 讓我輸 好 但我完全分辨 真的分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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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可能在途中外出了 台湾市中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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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 我實在在那講一下 其實應該是同一個系統 對啊 確實 黑布屏站的伏地鎖到月台 曾經於2018年翻修 這樣的月台們設計 也是全日本第一座 不過這只有在上車月台 才有而已 另一面的下車月台 則還是普通的欄杆 而黑布鎖到的坡度 甚至比山脈另一頭的麗山鎖到 還要更陡 坡度來到58.7% 已經超過了30度 4.5分鐘 828公尺的路程 就下降了373公尺 來到海拔1455公尺的黑布湖站 為了避免積雪造成的危害 整條鎖到 都是興建在地底下 就比較難從肉眼 直接看出它的陡峭了 黑布湖 啊 現在呢 已經來到了 黑布湖 對 這個是我們的 這是什麼 最後一段交通工具嗎 應該要折返 我們終於坐到一半了 對啦 對啦 我們今天 以單程來講 這是最後一站 走出隧道迎接光明 我們現在 終於來到了這個是 黑布湖 黑布大壩 水壩 雪山山莊殺人事件 好喔 林島非常的喜歡雪山山莊殺人事件 這邊在拍記念撮影 欸 你怎麼突然換動作了 你剛才的動作非常的文青啊 非常的文青啊 只可惜這個人啊 看起來有點 太太 你確實有點 呵呵呵 好高喔 好啦 我們現在在這個是 黑布水壩的 上層觀景台 看到這個就是水壩 我們剛才呢 是從 上面這邊 對 這邊進來的 好像放大 噔噔 你看放大之後 喔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正中間 喔有一個這個 灰色的 對灰色的是剛才 無鬼電車 跟懶車的 交界站 他那邊叫什麼 什麼風啊 忘記了 大館風 然後呢 我們就從那邊 下來 下來就水壩這邊 蛤 然後到這邊 這一個呢 就是往那個什麼 扇摺方向 欸 的 對對對 往扇摺方向的電動 導軌 原本是 無鬼電車啦 但是 現在沒有普通的電巴 很明顯 現在上面的 有沒有 拆掉了 全部拆掉了 過了這個隧道 就會從富山縣 進入到長野縣 這次受限於行程 只能原路則返 所以就來遠觀 這個曾經也是 無鬼電車 現在已經 太換成純電池的公車 欸你看他那個 電巴的那個頂啊 還有那個 頂棚 就是有 感覺有那個 有那個 極電工的痕跡欸 它是改的喔 感覺是改的欸 它上面有那個 往上面的三角 實際上 富山縣跟 關係電力公司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 會到 黑布與耐溫泉的 另外一條路徑 上來黑布水壩 現在這條路一直都在 只是它是 關係電力 他們自己 內部在用的 沒有給你用 沒有對外正式開放 但是好像經過 申請是可以進去的 原本原定今年要開通 結果今年就遇到那個地震 其實你還是可以從南進啊 從南 從這邊 南進是怎樣 穿山 自己爬山 好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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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既然這個水壩呢 是關係電力蓋的 這代表它應該是為了水力發電嗎 但是很明顯現在完全沒有任何一滴水 對代表它現在完全沒有任何一滴電 沒有啦其實它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什麼 比較像日月潭發電廠的形式 就是它的水 發電的水其實是走岸管 就它是走岸管 然後運到然後到峽谷下面 另外一個發電廠去 等於是這個水壩 我們現在是肉眼看到這水壩 它完全就是一個水庫的功能 我們剛才啊 過來這邊的路上喔 鎖道到那個美女平 它車上的廣播說那個鎖道 是為了蓋這個水壩蓋的 有趣的是呢 我們後面呢 這邊一個坡 我去找資料 我發現呢它的器材呢 從下游那邊運上來 至於西邊進來這條路徑呢 為什麼會出現 我後來有找到一個資料 它寫的是那個算什麼 富山縣的官方說法嗎 會有這個西徑從栗山進來 轉移一大堆運聚的這個方式呢 據說是當年原本想要蓋高速公路 直接從富山然後直接蓋到長野 那後來可能因為蓋了水壩之後 然後為了什麼保護觀光啊 然後什麼生態之類的 後來就決定改用這種迂迴的方式 拉進來 變成觀光景點 你要運個東西 你要先往上到2400 再往下到1400 那我為什麼不從東邊 七八百開始 一步到1400 對啊 所以怎麼想這一條路徑呢 應該真的是為了觀光開的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蠻好玩的啦 對 純粹以觀光價值來講 就是 取之於自然 用之於自然 那這次的影片已經有點長了 所以走完這趟行程之後 對於台灣國內旅遊升級的構想 會放在下次的影片 可以具體打造出 屬於台灣特色的 立山黑部旅遊路線 也有新的企劃案 來迎接十萬訂閱之後的挑戰 那就下次見囉 哈哈哈哈